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 感谢神. 多谢Mike 帮我翻译 也都多谢觉醒给我们的机会 给大家分享一些税务的心得 希望在这个讲座里面 不单单可以帮到大家 也可以灌输大家一个正确的观念 我们在美国生活 我们要守美国的法例 当中包括税法 感谢上帝让我能够在这里 给大家介绍一下 美关美国的税务的事情 我们是生活在美国这个社会 美国是一个守法的国家 所以希望透过这个演讲 把一些基本的税务的常识告诉大家 好快 第一个问题想问大家 大家谁在直至到今天 是未报税的呢 请问在座 有哪一位还没有报税的 请举手一下 还没有 我报了 不过我昨天才报的 李律师说他已经报税了 昨天报的 那我告诉你一下 我上个礼拜 开车两天回直达哥 为了就是要报税 所以报税这个事情 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完全不能忽视 OK 那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们现在剩下多少天 是可以报税的 请问各位 准时报税 说回来准时报税 剩下多少天 各位是可以准时报税的 你知道吗 11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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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了 那就是几日 就是4月15号 就是4月15号 4月15号 那好了 我真的说不及了 那怎么办呢 我现在是4月15号 11点 晚上11点3的分 怎么算 那如果你说 现在已经4月15号的晚上 11点半了 我还没有做好 怎么办呢 可以怎么做 可以怎么样做 不报了 算了 是不是不报了 就算了 迟就迟了 没所谓 迟了 晚了一点 没关系 是不是这样子 我们可以 申请 是延长 去报税 我们其实可以申请 延期报税 延长 但是留意一件事 是非常重要的 一件事 但是留意 注意 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可以延迟 报税到10月15号 但是假设 你的税表 你今年计完之后 你是会欠 国税局的税的话 是没有延期 你去交税的日子 所以就是说 你可以延期到 10月15号 去报税 但是你交税 那天 仍然是4月15号 意思说 你可以延期到 10月15号 才报 申请延期 但是呢 这个 报税的 那个准则 还是以 4月15号 为 开始 那如果 当然 如果你迟了 你真的 搞乱了 的时候 那怎样 算呢 我真的 没有了 那到时 税局就会 找回你 你要交回 一些的 罚款 和一些利息 如果你真的 没有办法可以完成 然后到了延期 你有这个 还是没有 申报清楚的时候 税务局可能找你 罚款 因为我曾经都有见过 就是说 我知道我可以延期到10月15号 报税 那好吧 我问他一个问题 你给了你的税款吗 因为我计算完出来 原来你还是欠税的 我还没说 不是说延期到10月15号 才报税吗 这个是时常都会发生的问题 我也都不止解释 那一次给我的客户听 那时候我解释给客户听 他们可能还是搞不懂 主要是说 到了10月15号 不等于 他就不需要 补交这个税 如果是发现有问题的时候 他们还是要补交 而且要受到惩罚 那 想问大家的问题 那现在另外 我调回来问 谁已经报了税的 请问一下 在座有多少人 已经报了税 太好了 那假设 你报了税之后 突然间发觉 漏了东西 报错了 那怎么样呢 那如果你报了税 突然间发现 你漏了一些事情 漏了一些税项 那你怎么样去挽回 除了吐告之外 你可以做了什么呢 除了祷告以外 你还可以做什么呢 我们可以是 用一个1040x的税表去改的 我们可以采用一个 一份表格叫 1040x 这个就是更改你的税表 但是 我想问大家 有些什么可以更改 有些是什么是不可以更改 大家知不知道呢 那使用这份表格的时候 你知道 有什么你可以更改 有什么不可以更改的 理论上 是什么都可以改的 理论上 什么都可以改 就是由 报税身份 收入 扣除 底面优惠 都可以改的 包括了什么呢 报税身份 收入 扣除 还有 以免 优惠 这几项 但是 一般来说 有一样东西是不可以改的 但是有一件事情是绝对不可以改的 就是说 从这个的已婚夫妻的联合报税 是不可以改为已婚夫妻分开报税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英文来说 讲得容易一些 如果你是 file了 mary filing joint的话 你不可以 用1040x去改 mary filing separate 刚才说有一件事情不可以改了 就是说 不能够从已婚夫妻联合报税 改为已婚夫妻分开报税 英文呢 就是 从这个filing joint return 变成了一个filing separately 过了4月15号 过了4月15号 就不能这样做了 我首先跟大家道歉 我知道当中可能上次有来到的 所以我是尽量 就会给一些些recap 但是问题 我不会再浪费很多时间 我之前所讲的东西 我知道在座 可能上一次已经来过 但是我会重复一些 一些重要的一些规则 但是不会全部都重复了 那大家都知道 今年其实最 影响我们一般人最深的 就是一种的法例就是 如果你是没有 大家知道奥巴马保险 就是奥巴马Care的保险 如果你是没有买医疗健保的话 今年开始 你是需要罚款的 你是需要报 并且交这个罚款 有一项很重要的事情 要跟你们说的 就是今天开始了 就是如果你去年 没有买奥巴马Care 这个医疗保险的时候 今年会受到罚款 那是 大家是怎么样计法呢 我很快和大家高分一次 那你怎么样算呢 我现在就告诉你各位 就是要是呢 就是你的收入的百分之一 又或者是每个人的罚款 95元 或者全家285元 当然计出来 以哪个较高者的为准 那奥巴马以保税务罚款的计算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收入百分之一 或者是每个人罚款 95块 如果以家庭算的话 是全家285块 以高者为准 所以今年你回去 如果你交了税的话 你回去看看你的税表 到底有没有这个8965的表格 如果你是 尤其是你是自己报的时候 你是有机会是留了这个8965的表格 因为如果你compare你以前的税表是没有的 因为这个是新的税例 所以你回家查一下 你看看你报税当中 有没有加入这个8965这份表格 如果没有的话 表示你已经遗漏了 遗漏了一些报税 特别是关于医保方面 刚才说过了 如果你发行了之后 你可以用回1040X的表格 接着就夹回8965 就去改你的税表 所以如果万一你没有报这个税项的话 8965你可以重新填一份 然后就用1040X 连同就缴回税务局 我想问是不是所有的人 如果没有买医疗保险 就是在美国住的 所有的人都要买这个医疗保险 我们大家知道 是不是如果没有买的就一定要罚呢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是不是每个人在美国都需要有医疗保险 那如果没有买的话 表示一定要罚款吗 问题来的 这个是问题 有没有答案 问题来的 答案是不是的 是有些人是需要 是有些人是可以得到这个豁免的 其实呢就是问题答案就是 有一些人需要 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 那我想问大家 那有些什么人不用啊 我不想交就不用了 是不是 哪些人不需要 缴这个奥巴马 这个医疗保险的税呢 是不是 我就可以 我不需要 我觉得不需要 我就不缴了 OK 我们来看看有些什么情形 首先 如果你的家庭收入 是 你的家庭收入 如果你的保费 是超过你的家庭收入 8%的话呢 你可以豁免的 不需要交这个罚款的 在一个情形 就是可以有豁免的 就是如果那个 保险费是高于家庭收入的8% 至8% 那还有如果你 譬如你一路有做事的 突然间 譬如Let's say 10月了 被人炒了 或者你自己不做事了 在2014年 那你没有这个医疗保险的时间 是少过三个月的话呢 你都是不需要 交这个罚款的 另外一种罚款的扩免呢 就是有一些人 他工作的时候 突然间被解雇 或者是自动的辞职 这样的 如果他们的时间是少于三个月的话 他不需要有罚款的限制 第三样东西 也都是比较重要的 和大家的 有机会影响的 是 多一点的时间 是什么呢 就是说 如果 譬如很简单 大家我想问一个问题 你们有没有一些 亲民戚友 是美国人来的 但是 不是住在美国的 现在 各位 有没有一些亲戚朋友 是 你认识的是美国公民 但是不住在美国的 有没有 这个都是问题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有没有 有没有那些 有啊 OK 有啊 那些需不需要买啊 那些需不需要买 需要买保险啊 需要买保险 如果没有买的话 需不需要罚钱啊 如果没有买的话 是不是罚款 他记住啊 虽然啊 矫正大家有观念 不要以为你是美国人 离开了美国之后 你就不需要 报美国税啊 那请注意 你说我入籍了 成为美国公民 是不是你住在海外 那你就不需要报税 不只是美国公民 还有是绿卡的 都是 不单是公民 而且绿卡也是如此 因为你要报税的时候 如果你找人报税的时候 那个人suppose都会问你 到底你今年 有没有买这个医疗保险 但是你可以告诉他 因为你在海外居住的时候 虽然你是有这个 美国的身份 包括公民 还有绿卡 但是因为你是住在海外的时候 你是不需要买这个保险的 相对来说 你也是不需要 不会因为没有买这个保险 而需要交罚款的 不好意思 长了一点 主要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是在海外居住 无论你是公民 或者绿卡 身份也好 那你报税的时候 还是要关注 刚才所说的一些事情 就是有关于医保的事情 还有一些就是说 第四点我说到 就是当你的家庭收入 小时候是不需要去报税 你加上其实不需要去报税的时候 你也是不需要去买这个医疗的保险 或者可以这么说 你就算没有买到这个医疗保险的时候 你也是不需要罚款的 另外一种医疗保险的扩免呢 就是家庭收入少于税收起征点 还有一些就是说 有不同的宗教教派 有些譬如说 有些宗教教派说什么 不准去看医生的 有些直接说 有病都不准去看医生的教派 那些某一类人的话 那些宗派的 有些宗派的会友 我们叫 是都不需要买的 或者是都不需要给这个罚款的 另外一种很特别的 就是因为某种宗教的信仰的原因 一些教派 他们觉得不去看医生 不需要看医生的 这种情形 他有这个特别扩免的权利 当然 最后一件事我想跟你说 当然是 囚犯 坐牢的人 为什么呢 另外一种扩免呢 就是坐监的一些人 不需要 因为本身 在坐牢的人 本身已经政府 是有这个医疗给他们 所以根本他们是不需要买的 因为这些人坐牢的话 政府已经给他们有 很好的医疗保险 所以根本不需要去再买其他的保险 那上次我跟大家有分享过这个 我相信我不再浪费时间 再去elaborate 就是去加强 或者是怎么样去解释给大家 因为上次演讲已经说过了这一部分 所以我不再加强强调这一部分 但是我想问大家 另外我们需要一个留意的话 现在我们知道要罚款 那另外一个问题 你问我就是说 那在买这个保险 我们真的是于一个低收入的时候 那政府是有没有补助的呢 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如果是低收入的家庭的话 究竟政府有没有补助 有没有啊 有没有收过 有没有收过这样的补助 你们又不用买保险 又不用付罚款 你们是不是真的在美国居住的呢 就是如果又不要买保险 又不会受罚款 所以另外一个问题呢 就是你们究竟是不是在美国居住呢 我们看看 OK 这个其实是什么呢 你说那个税收起征点是什么意思 这个其实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是 其实你怎样知道你是需不需要去交税呢 是你的standard deduction加上exemption 如果你全年的收入是低过你的standard deduction加上exemption的时候 你是不需要去报税 相对来说你也是不需要买这个衣保 相对来说如果你没有买这个衣保的时候 你都不会受到你都不会罚款的 所谓的起征点的意思就是 英文就是standard deduction 就是每个人可以有一个标准的一个减税的项目 还有扩免 就是减除了以后这个所谓的gross income 就是你实际上的收入是不是达到需要报税的 因为有一些收入很少的人 他其实是不必要报税 我要保充一点是standard deduction加exemption 是两个加起来 不只是只有standard deduction 两个加起来 我们说回到这里了 我们可以拿到的优惠是叫什么 你回去看看你的税表 新多了这个叫做premium tax credit 什么的优惠呢 就是中文就是保费的税收抵免 就是premium tax credit 我们当然最关注的是什么 我们怎样拿得到 当然我们要关注问的问题就是 我们怎样拿到这样的一个抵免呢 第一和第二点呢 我应该会调回来说的 首先是问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你的雇主首先是没有给这个医疗保险给你的 第一点就是反过来是说你的雇主是没有提供任何医疗的保险的 ok 那如果没有的时候 那现在说什么奥巴马care 你一定要买保险的嘛 所以他们要弄一个叫做marketplace的地方给你 你去买保险 因为奥巴马这个医保的话 这规定每个人都要去买保险的 所以如果你雇主没有提供的话 你就只得去一个所谓的公开的去买保险 marketplace一个市场 他是有一个网站 真的在奥巴马care做了一个网站 那里叫做for whatever reason 他是叫做marketplace的 他设立一个特殊的网站 就是称为marketplace 另外第三点大家要非常留心的 首先就是说如果结了分的话 你有得选择 你一是就夫妇一起报税 一是夫妇就分开报税 那你应该问我有一个问题 我要一起报税 还是分开报税 报税的原则就是说 如果特别是结婚的话 是夫妻共同的报税呢 还是分开报税呢 我一会会跟大家再去 更加的深入去探讨这个问题 但是for我们现在这个 保费税收底面的proposes的话 我们如果要拿到这个底面的话 是不可以结了分 是不可以分开报税的 如果要拿到这个底面的话 就申报的时候不能以婚 用分开的形式来报税 那还有另外什么都很重要的 就是当然 他现在就是说 帮你一些是低收入的人士 那怎么为之低收入呢 在这个税法来说 那从税法的原则来说 什么才算是低收入的家庭 那大家都可以在这个slide那里看到了 就是个人的话 就是万一元到四万六元 两人家庭呢 大概是十五万元 到六万 不是十五万 是一万五千五到六万二千元左右 四人家庭呢 各个家庭收入是大约 二万三千元到九万四千左右的 这个标准的算法呢 就是如果个人的收入 年的收入是从一万一到四万五 两个人家庭呢 是一万五到六万二 四个人家庭呢 是两万三到九万四 那当然啦 那你要你的税表 今年又多了一个新的表格 你会看到 如果你是有这个credit 你是可以拿到的时候呢 你的税表里面 应该有一个八九六二的表格 如果你是符合这个底面的 这个优惠的话 当你申报税务的时候 你需要附带这个八九六二 这份表格 OK 那我现在就到这里 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现在我要问各位一个问题 大家有没有听过 可能比较深 这个问题 可抵免的优惠 和不可以底面的优惠 可退还的底面 可退还的底面 或者是不可以退还的底面 大家有没有听过 就是有一些是可退还的底面 有些是不可以退还的底面 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 如果你的税 是十元的时候 但是你的底面 你是有一百元的时候 如果是可退还的时候 你就可以拿回九十元 不可以退还的时候 就拿不到九十元 意思是说 如果一百块的底面 但是 税是十块钱 但是如果 你都会计数 十元 你说 税是十元 那如果你有一个credit 是一百元 你是不是应该会 预期得到九十元 意思是说 你是税是十块 然后 你的底面是一百块 一百块 对 那你是不是 十减一百 就应该是 付九十 付九十的意思 就是退还九十元给你 等于是 付九十 付九十就可以 退还九十块给你 但是是不是 每一种的优惠 都可以退还九十元的呢 是不是每一种的优惠 都可以退还九十块给你呢 是不是的 不过在奥巴马 这个premium tax credit 是可以退还给你 一般来说不是 但是在奥巴马 这个底面 这个原则底下 是可以退还九十块给你 可以退还 给大家很简单的看一下 OK 那我们知道了 在美国里面 我们需要报税 那美国的什么人 是需要报税的 那住在美国人 都需要报税 那究竟是 哪一些人 需要报税呢 我不是问一个 很奇怪的问题 这个真的是一个 是你们要知道 那你在美国 你都要知道 到底说我要报税 那我需不需要报税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如果你不需要报税 其他东西你都不用说 是不是 不是一个很特殊的问题 是每个人都关注的问题 就是说 你是否要报税 那谁需要报税 可不可以告诉我 上次我问过这个问题 不过我想和大家重温一下 重温一下 上次已经提过了 究竟谁需要报税 你们都不报税 你没有答案吗 首先美国公民 一定要报税 美国公民一定要报税 绿卡的要报税 我非法入来的 我买白粉的 我需不需要报税 那如果我是非法的移民 然后甚至我有犯罪的情形 那我需要报税吗 应该说是用犯罪的手法 得到收入 我们需不需要报税 换句话说 用犯罪的形式 拿到收入的话 要不要报税 首先我可以肯定的一样东西 就是如果你用犯罪的手法 得到的收入 是都要报税的 那答案就是 纵使是用非法的手段 拿到一个收入的话 也要报税 不过我知道在在每一位 都很守法的 但是我知道在座 每一位都是奉公守法 哦 是啊 是吧 OK 那么另外一样东西 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最重要 大家要留意的是什么呢 记住这个号码 很重要的 记住这个号码 183 请记着 183 不是你的电话地区字头 不是你的地区电话的号码 如果你是没有身份 没有美国公民的身份 没有美国绿卡的身份 但是只要你在过去的三年 根据一个方法计算起来 你是超过住过183天 还有在本年度 你是超过住过31天的话 你都需要去报税 是当一个居民去报告 我知道很长 我重新的再说一次 首先 在2014年 在2014年 你有住够31天 如果2014年在美国 住够31天 然后再在2012年 2013年 2014年 根据一条的公式加起来 是超过183天的话 如果你还在2012、2014、2014年 加起来 根据一个公式 你居住的时间 是超过183天 那你在哪一年开始要报税 2014年 那什么时候需要报税呢 就是2014年 大家记不记得 记得吗 我也记得 我刚刚说完 不过大家非常之好 很感谢大家 真的很留心这件事 因为我再重新一次 就是说 如果你在2014年 虽然你是没有美国公民的身份 虽然你没有绿卡的身份 但是对于在税例来说 只要你在2014年度 就是本个报税年度 你住够31天 并且在2012年 2013年 2014年 根据一个公式化 加起来超过183天的话 在税务上 你是当是美国居民 而你是需要 成为好像一个一般居民 美国居民的去报税 原则上就是根据一个工程师 如果在三年里面 你在美国居住过 超过183天的时间的话 无论你是公民绿卡 甚至没有身份的 你还是要报这个收入税 那譬如我再讲 譬如如果有些特别的情况 譬如我是拿F visa 很多都是学生来的 OK 在美国很多学生来的 OK F 或者是有其他的 譬如有些是J的visa M的visa Q的visa 那些需不需要呢 那基于很多是非移民签证入境的 比如说留学生F J是交换学者 M是一个特殊的学位 然后Q是国际的文化交流 类似这样的签证方式 外国学生 教师 受训人员 都也要缴税 大家在这个时候 树起你的耳朵 听清楚了吧 好了 就请你特别的留意 听以下的这些解释 你拿着这些visa的日子 进来美国的时候 那些日子是不计算在 183天的 你拿这些签证 进入美国的时候 不是在183天以内计算 我很快地跟大家讲 这个世界上 有两样东西可以省到税 一种叫逃税 一种叫避税 那你要逃税还是避税 有两种方式呢 很多人就是 可能想到 怎么样可以不交税呢 第一点就是逃税 省税 另外一种呢 是逃税 你们是哪样啊 避税还是逃税啊 请问在座的 你有没有想过 是避税还是逃税 你小心点答我 因为现在这个session 是录了音的 你说了如果说是逃税的话 我都帮你不了了 在这个时候 这是比较敏感的问题 OK 想告诉大家 避税的意思就是用 合法的手法去省税 而逃税是什么呢 是用不合法的手法去省税 什么是避税呢 就是一般是 在许可的条件以下呢 你用税法的漏洞 或者是不明确的地方 减少税收的负担 如果是逃税的话 是用非法的手段 来少纳或不纳税的行为 那避税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什么的example 可以告诉我 有什么例子是避税的 有什么例子 你可以举出来 是一个避税的行为 怎么样省税 譬如我在今时今日 OK 我在计算完税之后 我发觉我还欠100元税 那我们还有没有什么方法 可以省到100元 是不用付呢 那如果你算完以后 你还欠100元的税 那有没有什么方法 可以连这100元 除了在你的 除了在你的 脑袋里面 按delete delete了100元之外 有没有其他方法呢 除了你在电脑上面 把它删除了以外 还有其他方法吗 有 有谁说有 张管 太迟了 因为已经是 在2014年度 因为我们2015年 是报回2014年的税 所以2015年 就算你捐了的时候 你只会去到 你2015年的税表 which is 是2016年那时才报的 如果你是捐款的很好 但是如果你是 现在报的是 2014年的税 所以你现在才捐了 可能有点晚了 但你捐了以后 还是明年 你还是可以免税的 现在我们在说 你2014年已经过了 我在2015年 还可不可以做到 什么可以帮你 减少少都好 减少些税 如果是2014已经过去了 但今年的话 有什么方法 可以仍然使你可以 避税 或是减免一些税 你只剩下11天 算清楚 你可以买叫做一个 叫做traditional IRA 的退休金计划 traditional IRA 你可以使用买这个 传统的IRA 这个存款计划 就是traditional IRA 听清楚 为什么我不断说英文字 我不跟你说 IRA 一定要这么 emphasize 这个traditional 这个东西 因为IRA 里面 最主要 一般来说 是分开两种 一种叫traditional 一种叫做Roth R-O-T-H 的Roth 所以 你不要买Roth那种 欺负不了的 要买traditional那种 所以因为IRA里面 也有分两种 一种是traditional 就是传统的 另外一种叫Roth IRA 还有你买的时候 记得告诉他 你跟那些所谓的 买的退休金 给你的人 记得告诉他 你是用来2014年的税 因为如果你不告诉他 他以为你买2015 那你明年才可以减 所以当你跟那些 给你推销IRA的 这些人的时候 你告诉他说 我是为了去年 2014年 这个扣税的方法 他才知道 怎么样处理 不知道的话 他就把这个 拨到明年2015了 我举起两只手指 是有原因的 只剩11天而已 4月15号前 OK 11天 OK 只剩下11天 所以如果你没有 采取这种方式的话 你现在马上要去进行 你说这个IRA 是 有没有一个cap IRA有没有一个顶点 它是会根据你的收入 我要看回你的收入 到底你有一个上限在这里 但我现在 我是没有 我是没有一个 写下了你的收入的上限 是多少 但是是有收入的上限的 收入是有上限的 才可以符合这个IRA的开户 当年你买的金额 理论上是可以的 但问题我们最当然有很多 有其他东西去看 不过我希望如果 你这些问题 可以一会之后 因为个别的闻闻 好吗 因为这是个别性的问题 可以 会后呢 你可以跟私底下 跟李律师咨询一下 不好意思 如果是比较短的问题 我希望我可以答到 但是我还有 敢后的要去gover的时候 我希望可以省你时间 所以因为有很多资料 还要去向你们解释 所以尽量把问题 留到 讲完 演讲完了以后 可以公开的发问 OK 刚才我避税又傲了 大家记住 还有这个IRA可以做 当然一般的情况下 我讲的是 有没有例外 当然有例外 刚才这位先生 你提出非常之好 就是说有收入 和你有买的 最高点是多少 所以还是有其他方式 可以补救的 刚才那位先生提出来 就是一个 其中一个方式 另外呢 我就想问 什么叫逃税 刚才说了什么避税 什么叫逃税 首先问一个问题 你收现金 你做事 你收现金的 是不是逃税 那刚才说 有避税 有逃税 那究竟什么是逃税 那如果你工作 是靠现金 作为你主要的收入 的话 算不算是逃税 有很多时候 有很多时候 我经常都说 我收现金的 那我们怎样呢 那很多人问 就是说 工作收现金 那我怎么办 这个concept 大家要矫正一件事 就是收现金 是合法的 你打工收入的 这个观念上 纠正一下的说 你收现金 是完全合法的 但是你收了现金 没有去报 在你的税表里面 这个当然就是不合法了 但是假设 你收入是 主要是现金 但是你报税的时候 少报了 或是不报 这个肯定是不合法 这个叫什么 这个算什么 故意散落收入 就是故意的省略 你的收入 OK 我们所以说 为什么很多时候 就是说 好像有时 你说去一些 食肆那里 你给现金 就不用给水 如果你用credit card 我需要收你水 很多时候 我们去买东西的时候 他说 现金我就不收你的零售税 但是如果你是用信用卡的话 我就不能了 我这里要小心点说 不是说 他们个个 都是有这个 逃税的目的 但是我相信当中 是因为有逃税的 intent在里面 所以他们这样做 但是当然 这个是不合法的 不能说 他们有这个犯罪行为 但是从意图上 他们这样做 是不合法的 有可能有这个 不合法的意图 应该这么说 这是有可能是 不合法的意图 OK 当然了 就是说 有些 就是说 很多时候 譬如 你在你的 schedule A 譬如 你是要减一些 你的 保费 那些东西 你在 schedule A 那里 报的 很多时候 我们是使用 schedule A 这份表格 来算一下 怎样的一个扣除 但有时 哎呀 我不记得了 究竟我付了多少钱 因为我 没有 keep到 个 帮助 很多时候 你就说 我忘记了 有一些 数目 因为我没有 把那个 收据 保留下来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 我要 我报不报下去 我税表上 减不减好呢 那究竟我需要 报在我的税单上吗 还是就算了 你说呢 你呢 你感觉怎么样 其实 这个 这个 讲座 是 帮助你 报税 我相信 你们需要 补税的 那 喂 这问题 你应该 有预讨的 今天的讲座 主要是 帮助各位 有建立 这样的一个 健全的认识 那所以 这些问题 是跟你息息相关的 希望可以 给一些反应 我 希望你 有一些反应 好不好 这些 如果你是 有没有意思的话 当然 有一些 很稳阵的话 算了 免得被税局 烦我 有机会 那我就 不报下去 算 算了 不报下去 有些人就觉得 为了 省了一些麻烦 给税务局 追究 那我干脆 就不报上去了 但是有时 政府是可以 接受一些 叫做 estimate 但你一定要 是reasonable 有时候政府是接受 一些 估计性的 一些 报税方式 但是呢 是有 原则性 或是一个 是 合情理 之下的 一个 估计 当然 每一个 项目 和 是多少 是没有一定的 数目在里面 但是 你一定要是 合理 reasonable 所以一定要 合理的去 申报 那这个 当然 就说 在一个 一个 税法上 有说 如果你真的没有 不过 当然 你最少 比如 你12个月的 你起码有 10个月的 那你估两个月 都是合理的 而你估那两个月 你没有什么 收据 那用这种方式 去推论的话 还是算是合理的 OK 那很简单 再问大家 一个问题 我说完这里 其他一些 大家可以看到 还有些什么 我不浪费时间 做一样东西 去 但是我想问 一样东西 就是说 你们现在 还有谁 是要签这个税表 跟着交给税稿 在这个位 有谁 还没有签 然后准备 要交税呢 你现在的 交的税表 到底是 在电脑 传过去 还是你真的 还记过去 你是不是在电脑上面 用所谓的 e-filing 就是用电子的形式 呈地呢 还是用 邮寄的方式 你们都很沉默 都不回答我 那不如举手 好吗 谁还用纸的举手 好吗 所以用邮寄的方式 请举手 OK 邮寄的 其他 要么就没报 要么不打算报 要么就打算 拿着电脑 对吗 其他的可能就还没有报 或是不准备报 或是用电子 邮寄的方式 那你指的 刚才说过 你签了 你就明白到 你所有报的数 在里面的话 你是知道是怎么样 和你是愿意承担法律的责任 如果是出了什么问题的话 意思说当你签了字以后呢 你就要答应承担任何的法律责任 那我想问一下 那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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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需要负责任 那如果是用电子的方式 承递 不关我事 那个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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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签名 是不是那个人 给我报的 所以我不需要 看到税局的 有人抽签你的时候 接着就说 不关我事 他而已 不是我的 你可不可以抵赖 就是说 这个人给我申报 我没有直接的签字 可不可以这样子 我想告诉你 如果你就算是 电子负责任的话 其实他会给你一张纸 是准许他 将你的负责任 是交给税局的 你一定有签一张纸 如果你没有签的话 一是帮你报税局 留了 一是就帮你报税局 觉得税局都不会查的了 所以不要搞这些东西了 算了 很有可能 重视你用电子方式 承递的话 其实你还是需要签的 只不过报税的人 可能他漏掉 或是觉得 不要太麻烦了 就干脆不做这个事情 譬如每年报税 是签名的 但是今年 那个人给我报税 你说Electronic 就 今年你没有签 以前一直都说你签 只是今年没有签 是什么意思 今年他说 我不用签 我很难明白 这种 问题是说 以往都是签字 但是今年好像 使用这个电子方式 来邮寄的话 为什么 产生一个怎么样的问题 很多谢你的问题 第一 如果关于个人的 其实我答你这个 但是如果你有个人的 等一会儿我们私下的 我们再去答 就是告诉你 他这个问题非常之好 我重复这个问题 什么呢 比如我对上之前 报税 他都有叫我签的 我在2014年 我没有签 但是他帮我发表 做的时候 那会怎么样呢 意思这个问题是说 以前2014年以前 都有签字 但是去年可能 给有报税的人 他没有建议这样的做法 用电子方式 成定 那究竟有没有问题 首先就是 帮你报税的人 他是做错了 这个东西 你是每一年 你都需要签那张纸的 其实报税的人 可能做错 就是说 每一年都需要签字的 那个formal number 我今天没有写下 所以我忘记了 但是有个form 你是要签了 无论是国家税 或者是纽约税都好 你是要签了纸 他才可以代表 你送去这个税局的 其实那个表格 现在没有那个号码 原则上的话 你成定以前 一定要填好那个表格 无论是联邦税 是州税 你都需要 填好这个表格 表示你是已经认可了 所以就是因为 你每一签 只是签过一年 因为你每年的税 在这个税表里面 都是不同的 所以你每一年都要签 所以每一年都要签 因为每一年的数目 都不一样 不过最主要 我不是想这个东西 我最少想说就是说 当你如果真的 给税局来找你的时候 你可不可以说我 我不知道的 全部都是帮我报税局的人 他负责任 不关我事 我真的不知道 我无辜的 主要的观点是说 万一税务局来调查 或是问到你这个问题 你说你不能抵赖 说这不关我的事 因为报税的人 没有给我这样做 或是我不懂 请你们回去看看 你们1040的税表的第二版 在你签名对上那一行 有两个字 你是要非常留意的 如果你回去看看 你1040这个报税表上面 就是你签字以上的 另外一行几个字 你特别要注意的 under perjury under perjury 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 你签了你就是要负责 你不可以说别人帮你报 所以你是不知道 以无知为借口 说我不需要负责 因为不是我去报 是帮我报的人帮我报 但是只要有你的签名下去 你是suppose有这个责任 由头到尾看到你的税表 有什么问题 虽然你不懂得报 如果你觉得根本是有些问题 你是需要跟你报税的人说 告诉他这个数是怎样来的 如果你没有做到这件事 你都要承担这个法律上的责任 无论怎样一个情况 如果万一你签了字以后 你应该原则上 你应该从头到尾都看一遍 看看有没有错漏 你不能以我不知道 无知这种成为一个借口 然后呢就这样随便就送出去 所以我曾经有 这个客户就这样 他为什么 他寄了税表 在4月15日 寄了税表出去 但是很快就寄回来 弹回给他 有一些客户 以前我经历过的就是 他4月15日很快寄出去 但是不久以后 税务局就退回来 我讲的最主要不是现在的年代 是当大家还是用纸去交税的年代 现在都还有但是没有那么普遍 用纸是很少的 绝大部分是 用纸去寄出去的时候 怎么样呢 为什么会弹回给你呢 为什么会很快就退回来呢 我说是以前大部分都用邮寄的方式 跟现在很多人就用电脑 那个Electronic Filing 是不太一样的情形 因为刚才讲过了 有那个字 Under Perjury的时候 就是说如果你没有签名的时候 我们讲得难听点 这份税表你都不认头 就是说你都不愿意去负责任的 它一定会弹回给你 要你签回要你负责任的 然后它才会接收你的税表 用邮寄的方式 如果漏签 你忘了没有签字以后 很快就退回来 为什么如果你不签字 这个Under Perjury就很难成立 所以它马上要退给你 这是不能伪造或是做伪证 Under Perjury就是这个意思 那我想问 好我们现在尽量不提问题好不好 不然的话这个讲不完了 这个好不好 等一下你有问题 提你个别提出来 这样比较方便一点 谢谢你 还有我现在就说很多时候 大家都是 无论你现在是 或者将来你有些亲戚是 需要移民过来 那其实你报不报税 或者是你专专是 或者是不小心的 报少了的话 其实除了对报税之外 有没有其他的影响 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如果你有亲戚移民过来 跟你住也好 或者是分别也好 那如果你没有 这个报准确的税项的时候 会不会构成一些问题 有些是因为不希望 真是说 它是专专逃税 那些不是避税 真是想着是骗政府的时候 希望是报低一点的税 为什么 但是他们不记得了 原来还有一个姨妈姑姑 在那儿等着去移民 今年批了 那移民局会问你拿什么 那很多情形就说 有些人是漏钱的话 是故意的不填满 报足这个税 问题呢 就是当他们申请家属移民的时候 其中一份的表格 就是经济担保书 你帮我答了一个问题 就是经济担保书 没在过financial affidemic的时候 你不达到收入的标准的时候 你是不可以去赞助 入来美国境 这个有什么问题呢 因为到时 这份东西 如果没有的话 可能原来兄弟姐妹申请的 等了十年 就是因为你交不足税 就是因为你的收入低 是他的要求 整件事 移民整件事 就被你娇气了 很多时候是因为 这种的情形 漏报 或是故意的 把那个收入减低的时候 当亲属移民排期到了 然后进入签证的时候呢 因为这个生活担保书的 这个收入证明不足够 是承担这个受保人 或是这个家庭 过来美国 亲属移民 会产生很多这方面的问题 还有一些东西 就是说 大家可能有 拿credit card的时候 就要填 你每年的收入有多少 当你申请这个信用卡的时候 很多时候你填表 还是要注明 你每年的收入多少 或者你要做生意 去银行借钱的时候 又问你 你去年的收入是多少 当你向银行借钱 那肯定银行会问你 去年的总收入多少 那你要知道 在美国 或者在全世界都是 不过我只能说 在美国就是说 原来很奇怪的 没有钱的人 银行是不借钱给你 是有钱的人 跟着银行才会借钱给你 当然银行的作业程序 就是在美国来说 当然借钱的时候 他看这个人的收入的状况 是什么 有钱的当然是借 没钱可能他不太愿意 那些人突然间又聪明了 觉得 那我写多些 就容易借了 那很多时候 有些人很聪明 他说 如果我钱这个收入高一点 那当然银行就会 愿意借钱给我 但他猜不到 原来税局更聪明 他没有想到税务局更聪明 拿着你的credit application 拿着你的信用卡申请表 拿着你的上年税表 再对照一下 你去年申报的税项 2014年的收入 在一个税表 2014年的收入的税表 在2014年申请贷款的申请表格里面 然后再对照一下 你申请贷款的那个数目 竟然不一样 竟然就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你借钱你就写多些 报税你就写少些 意思是说 有人是报税的时候 报少一点 但是借钱的时候 他的收入就提高 令这件事更加复杂化 另外这个事情 会变得更复杂 还想拿着Medicaid 还有想 有些人甚至想拿这个摆卡 写得更低 写得更低 然后政府的部门都回来问你 到底你哪个收入是真的 然后很多政府部门 就会写信给你 究竟你哪一个收入是正确的 那时候你真的需要找律师 那时候你真的需要找律师了 我不是想告诉大家 大家如何解决这件事 我只是想告诉大家 不要这样做 你是多少就报多少 那你到时 你就知道 无论你是申请你的credit card 你的税表 甚至是 其他所有的方面 你所有的收入都是一致 主要的观念就是说 各位请注意的是 一定要诚实地来报税 无论是你申请银行的贷款 你信用卡的申请 还有任何其他的交易上 文件上 你的收入应该都是一致的 我曾经都 上次我都说过 也都很快地和大家说过 就是说 一个是因为做餐馆的 很明显他收很多现金 当然他收很多现金的时候 没有报完所有的现金 那当然有些做餐馆的人 他主要收入是通过现金 但是他没有完全地 把总数报出来 首先第一件事 我首先要disclaim先 这个不是我客 首先我要说 我不要吓到你 不是我客 因为不是客户 不是我的客户 不是我的客户 对不起 他怎么样呢 我譬如这样说 就是说他税表是报五万 比如说这个人 税表上他报的是收入五万块 但是他做生意的时候 那买人的生意 他有时候就买别人的生意 那用多少钱买呢 用什么 多少钱去买呢 假设三十万 可能是三十万 但是合约上 他就 你知道他交不足税 如果瑞公问他 那些钱在哪里来的时候 那怎么办呢 所以很聪明了 他以为自己很聪明了 写五万块 因为他可能 以前报税的时候 没有报得很清楚 然后担心税务局会查到 所以他很聪明 他就报五万块 就是说报就报五万 这个合约是五万 但是问题 台内交易就给他 25万 就是报上去 这个合约是五万 但是在桌底下交易的时候 是25万 他知道我现在说 我这个朋友 是一个买家来的 是一个buyer 买家来的 我说是一个买家 用这个例子来做 卖给他那个 更聪明 卖给他的人 更聪明 我不是给你的决令 我决定不卖给你了 我退还些钱给你 我退还这个五万块给你 但是我根据我们的合约 退回给你 我根据我的合约 把五万块退回给你 那还有个25万呢 那另外那25万跑到哪里去 有没有纸啊 有没有黑和白纸证明啊 请问 有没有黑字白纸 这样证明25万在桌下交易 卖给他的人决定说 我不退回给你了 那卖给他的人说 我决定不要还你了 你告都没得告 那你告也没有用 没有证明啊 没有证明啊 所以告诉大家听 你原来想不到 你以为 你是非法报低的数 是有着数的时候 其实我告诉你听 你是承担很多的风险 不但只是税局可能会找你 并且被人骗了 你都没得去告 并且是你其他东西 当有出入的时候 很多政府部门给你 你的生活是搞到 很辛苦 因为不诚实的这样的做法的话 引起种种各种的很大的坏处 包括你借不到钱 甚至呢很多时候你损失相当的大 那说到这里 大家害怕完了之后 我就说一些另外的话题 那说到这里的时候 我又再补充另外一些的事项 我们很多人都是在国外移民过来的 那我们在座很多人都是从国外移民过来的 包括我自己 包括我们很多人在内 很多人过来之后 很多人过来之后 肯定是有些 比如我香港过来这样 比如我香港过来 不是我现在有 我假设 就是说 比如我过来 过来 但是我的银行户口 在香港还没有关闭 那怎样呢 那假设我是从香港移民 但是我在香港 还有许多的银行户口 还没有关闭的时候 那怎样 我想问大家有问题 如果你是绿卡 或者是美国公民 或者刚才你经过那183天的定义 成为了这个美国居民的时候 你需要报的收入 我想问 是不是只是美国的收入呢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 刚才定义的美国公民绿卡 或者甚至说三年加起来 你居住在美国 有超过183天 这样的身份上的事情的时候 你怎样的报法 我告诉你 如果你是美国公民 或者是绿卡 甚至是因为那个公式183天 计完出来之后 你在税务方面 你是美国居民的话 你是全世界的收入 就是全球收入 你是需要去报 在你的美国税表上面 答案就是 以上刚才所说的三种身份 不单你在美国 所有收入要报税 而且你全球性的 任何的一些收入 你都要在美国报税表上声明 那我还有钱 譬如在香港 关我什么事 那你说我在香港还有钱 那究竟跟我有什么直接关系 我假设现在利息就比较低了 我假设就是说 好像以前那些日子 或者现在都有一些利息 你在那些国外的银行 收到利息 你用不用 那假设你在海外银行 户口 你虽然没有 积极地使用它 但是它每年有利息给你 那你认为需要报呢 或者譬如在香港 我炒股票 炒到很多的利润 我需要报 那假设这个人在香港 买股票 炒股票 得到很大的利润 那究竟这些人 需要报申报 需要报吗 要不要 要 要 是正确的 是需要的 但是除了这件事 就算even OK 你是没有这些 刚才所说的 没有收入的 只不过 好像埋在地下 当然不是埋在地下 譬如你有这笔钱 在银行 突然间没有息了 OK 那你真的没有收入的 那你有没有需要 报其他的东西呢 那假设你在海外 没有这个银行的 存款的户口 但是有其他方式的 这个钱的话 你需不需要申报 那我现在跟你说得 当然是有了 那我现在跟你讲了 肯定需要了 OK 讲了一些 如果你不报会怎样 那我先讲一下 如果你不申报 后果是怎样 想指给大家看 最后这个字 最后一个字 什么字 哦 坐牢 一般是不会的 很坦白说 一般是不会的 但是 你除了 如果被捉到的时候 你要付钱之外 你要付罚款 你要付利息 但是如果税局是觉得 是有需要 去继续去追利的话 for whatever reason 因为是 可能你欠得太多钱 你甚至是 可能会有刑事的问题 那如果有这样的事情 发生的话 那有可能是 包括高数额的罚金 还要捕还利息罚款 甚至有刑事上的一个控诉 我一会和大家说 什么叫做高额罚金 什么叫高额罚金 等一下会解释 但是最主要 我们有两个 在美国两个特别的法例 你们需要留意 如果你是美国人 录卡 甚至是刚才所说的 因为183天 所以你成为美国居民 而要报税的话 你所有在海外的户口 应该这么说 有两个的法例 你是需要知道的 第一叫做 海外账户税务合规法案 另外叫做 海外银行及金融账户报告 刚才所说的 三种的身份的情形 公民绿卡 还有加起来超过180天的居留 有什么分别呢 我很快就讲 上次我讲得很仔细 但今次我讲得很快 如果你在 我现在讲第二点先 第二点 海外银行及金融账户报告 我先讲一下 海外银行及金融账户报告 这个就是说 很简单一件事 如果你在对上那一年 我讲一次是2014年的时候 在海外 加上你任何的海外户口 在其中的一天 是超过美金一万元的时候 你是需要在 6月30日前 是报一个的表格 是给税局知道 不是说要给税 但是你要告诉他 有这个银行户口的存在 很长 对不起 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是有海外银行的户口 然后在6月30日以前 以前如果是某一天 2014年 2014年某一天的存款的数目是超过一万块 美金一万块 在其中一个时间 就是其中的一天 超过一万块 你已经需要 要报这个表格 但是 对 就是需要报这个表格 但是不是要给税 只是要通知 那个国税局 你要借一笔钱 在海外的雇同 听得懂 那我再翻译 OK 另外那个就是说 海外账户的税务合规法案 另外的就是海外账户税务合规法案 这个是除了你海外账户之外 如果你有那些财务资产 听清楚 非财务资产不关系 是财务资产的时候 如果你是超过某一个标准的时候 你要在你将要报的4月15号前的税表里面 加多份表格要 要告诉他听 你有这些财务资产 刚才说到是海外银行账户 现在说的就是除了以外 如果假设你是有非财务性的资产 在海外的话 你在4月15号申报的时候 同样要填另外一份表格 显示出来 OK 因为时间关系 那就有个上限 我不同大家讲了 OK 那上限的那个问题 我就不花时间去解释了 我跟大家解释什么叫财务资产 大家记住 不是所有财务资产 所以如果你告诉我 你用个人名字 听清楚 是个人名义 在海外拥有 在海外拥有 一栋房的话 或者一个家庭的话 你是不需要保护这个 我的意思是说 不一定所有的资产都需要申报的 假设如果你在海外 有一栋楼房 个人名义 个人名义来买到的 应用的 那个不需要申报 但是什么情况 比如是需要的 比如在海外 是有一个信托 而这个信托 才是你 这个房产的 拥有人的话 那你是需要 报这个信托 那如果是有信托的 这个情形出现的话 等于是你 你还是要申报的 就是 如果那个房产的 拥有权 是那个信托的话 不是你个人拥有的话 那么你是要报 但是不是报那个房产 是那个 从那个 trust里面 拥有那个房产的 诈集里要报 可以 我就是开发一点 就是大家 这些都是 我只是举例 所以我都是举例 我不是每一个 跟大家讲了 我只是举个例子 不可能每样都讲得很清楚 所以我就说 刚才又回头 因为同时讲 大家可能会比较乱 我现在讲的是海外户口 这个 所以是63天 要报 没有限期的 就是不是好像 我们一般税表 可以由4月15号 我们发行了extension之后 我们可以延到10月15号 在这个海外银行 及金融账户报告 这一份表格 是不可以延期的 这份表格 海外银行基金账户报告的 这个表格呢 一定是在6月30号以前 没有延期的 一定要在那个日期 以前申报 那我想问了 我没有报道 罚我 你说我没有报道 那就罚我 罚不罚得起 是多少钱 你觉得是没有问题 罚钱当然是没有问题 大家都不喜欢被罚钱 但是这个罚钱 我告诉你 是非常非常大的问题 这个罚款 是很严重的事情 我们首先分 叫做非蓄意违规 和蓄意违规的分别 首先讲一下 什么叫 非蓄意的违规 还有一种是 蓄意的违规 两者的分别在哪里 这个我说得很清楚 因为你们很多人 是不小心违规了 你们都不知道 很多人是 不晓得的情形之下的违规 但是你不小心违规的时候 有机会是成为蓄意违规 因为你不小心违规 也有可能成为 一个蓄意的违规 我想告诉你听 非蓄意违规 你有没有看到 它不是用你 差多少岁来计出来的 那非蓄意违规的算法 不是根据你 有没有申报的问题 假设 假设 你在你的海外户口 你其实只有 一万零一元 你的海外的户口 存款大概一万零一块 美金 我当你非蓄意违规 美国政府认为 你非蓄意的违规 罚多少钱 罚最高是多少钱 一万元 可以是一万块 你剩下多少钱 你剩下多少钱 一万 一块 当然我这个例子 是很extreme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 你是一万零一元 最大一定 你不会罚一万元 极端 只是一个极端的算法 有可能 他不会罚你一万块 但我想说的是什么 我主要讲的是什么呢 这个罚款是很重的 这个罚款是很重的 那好了 那OK 非蓄意已经这么重了 那蓄意是什么呢 如果非蓄意的违规 都这么重的话 那蓄意的违规 罚款是不是同样 我要请陈弟兄帮我读这个 因为是很调口 你直接说就行了 好 我就读一下吧 蓄意违规是什么呢 就是每年罚款最高十万块 或是账户余数的百分之五十 以较高者为准 上限为六年 那我想问 我假设你的户口 有两万元 假设你的户口两万块 你最多可以罚多少钱呢 那最多受罚是多少钱呢 大家答不答我 大家有没有带计数机 有没有带这个calculator 我没有 但我计了 大家算好了 首先我们来看 每年最高十万块 他说每年最高是十万块 我先看一半 这个例子 就是这个计法的其中的 只是看最高十万元 那就是说 你每年你有两万元 你最高要罚三万元 就是什么意思呢 我欠税局两万元 但是 不是 所谓 是我的银行户口有两万元 但是你现在告诉我 我要罚十万元 那意思是说 大家睡醒了没有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就是意思是说 我在海外的银安户口 只有两万块 但是最高的罚款 可以高达十万块 接着说什么 后面那句 我当是 我不看十万元 我余数的百分之五十 我又剩下两万元 百分之五十是多少 各位 如果是以百分之五十的算法 两万块是等于多少钱 这个不是法例 这是计数 大家可不可以答我 可以 拿两万的五十百是多少 一万 非常之好 那刚才说 每年最高十万元 或者帐户的百分之五 即是一万元 那你就是罚十万 还是罚一万 那如果这样算法 究竟你被罚十万呢 还是罚一万呢 你连计都不用计 只是比较 只是比较 哪个大一点 十万还是一万 十万高还是 十万 非常之好 就是说你两万 你可以一年罚足十万 就是意思说两万块 可以这一年最高的罚款 可以有可能是十万 那句很重要 最后那句 大家看看 最后一句很重要 上限为六年 就是说 如果你在这个银行里面 你两万元 由头到尾 由二零一 我价钱了 二零零八 到摆到二零一四 你今天才醒了 说要报 六年 那就是罚多少钱 刚才一年就十万 六年多少钱 乘六 十万乘六 麻烦 六十万 接着你告诉我 你的银行户口 有多少钱 原本 两万而已 两万要罚 多少钱 你还没醒 我真的帮你不了 两万可以罚到六十万 两万块 甚至可以发成六十万 非常好 我说这位先生 但是不要忘记得 你除了海外有资产之外 你个人在美国都有资产的 不要忘记你在海外有资产 没有呢 申请破产 恭喜你 你可以申请破产 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情形出现 但是在某些情况 原来你的税 就算你申请了破产 都是要继续交的 甚至有一种情形 就是你重视申请破产 你还是定期要缴罪 我想说什么 这个法例是非常非常严重 你同不同意 觉不觉得公平是一件事 但是你没有做到 你的后果是可以很严重 你以为我刚才 那个先生是专专与他斗嘴 我所说的是事实 因为已经有人 因为根据税局 有人因为二万元 是要罚六十万 我这个例子 是从真实地和大家分享的 我这个例子是有根有据的 一个实例 有人是因为欠了 有两万的海外户口 没有报 结果他最高罚款是六十万 所以不是虚构的 不是虚构的 我说我不是出义就行 我非出义 行不行 那我说我不是虚构的 我只是偶尔有一个犯错 怎样可以 怎样税局去定义 或者是怎样去追溯 你是蓄意还是不蓄意呢 那税局就怎样去定准 谁是虚构 谁是非虚构呢 我这些是比了 尤其是今天已经交了税的 你可以回去看看 那如果你已经缴了税 你回去再对照一下 Schedule B Schedule B 可以问到你在海外 究竟有没有账户 有没有申报 我想告诉大家 以我所知 有些出去帮你报税的话 他们一般不会问你 直接就说写No 很多在外面给你报税的人 他可能就是根本就根本就根本就不问你 没问你啊 不问你 或是 税局是No 而你是说 你是Yes 但是你是填了No 的话 税局可以憑着这一点 咬着这一点 你说你是有机会是蓄意的 就是税务局可以凭着这份 你虽然check No 但是这些Yes的话 他可以凭着这个答案来给你追究 成为蓄意 Once你是蓄意的时候 刚才讲得很清楚 就是说 那个罚款 你就算是很低 超过一万元 好像两万元那样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最后可以罚到 是变了六十万 你有没有想过 从两万块 很少的数目 可能是被罚到六十万 这么高的数额呢 我不知道你害不害怕 我见你们很定 我自己就很害怕 老实说 我不知道 在座好像很平静 但是对我来说 这是很严重的事情 请问这位先生 刚才我都说了 最后你真的可能要申请破产 那你有很多东西 会影响你日常生活 你破产 那如果宣布破产的话 你其实还是有很多 不良的后果 因为影响到你生活每一个层面 譬如现在你知道 很多找工作的 都会看看你的credit check background check 然后一check到 你为什么破产 然后可能就是 原本打算请你 都变了不请你 很多时候你要去申请工作也好 办任何申请其他福利也好 他看你破产了 然后他一大串的问题 就是说究竟这个人的背景 我只是举例一些其中的麻烦 你想不到的一些 可能我现在都没想到的一些麻烦 你破产就很麻烦 虽然我现在想不到的 很多的不良后果 但是当你遇见的时候 你就知道有很多不好的结果 OK 其实你最关心这个问题 我都由2008年到2014年 走到这一步了 那你想我怎么办呢 有没有够够才可以 最重要的是说 我现在是的了 我领了东西了 真的有没有够够 那问题就是说 我从2008到现在才入梦初醒 才发现有这样的问题 那有没有补救的方法呢 有没有大家 有没有 当然 经常都说 多困难都好 人生有出路 圣经说 无论是有什么艰难 但是还是有出路的 如果刚才说的 就是譬如 我没有说英文是怎样说 但是问题就是说 如果你是 关于你是有财务资产 在海外财务资产 你是没有报道的话 我们有一个叫做 境外资源披露计划 如果你是有海外资产 没有申报的话 有一种补救的方式 叫境外自愿披露计划 当然我在这里 我不会跟你高费 因为很长很多requirement 你真的要找人帮忙 你自己是做不到的 我想告诉你 我想主要是这个太复杂 所以不必在这里 很详细的解释 需要有专人来帮助你 这个是 不是未必一般人比较多有 但是下一个airbar 这个通常 airbar大家还记不记得 就是海外银行户口 就是说当你在海外银行户口 有超过了一万元 是其中一天超过了一万元的时候 这样可以怎么办呢 我真的已经连续六年是这样了 我们税局有offer 这个简化申报合规程序 另外一个刚才说海外账户的问题 如果连续六年都没有申报的话 其中一年是 某一天是超过一万块的存款的话 税务局怎么样去 给你一个补救的方式 还是有的 所以如果你有这个问题 我建议大家你要找一些的专业人士去做 这些这样的事情 因为是可以很严重的 刚才讲的就是说 这个高颜罚款 我刚才就是讲 举例高颜罚款就是什么 你估不到原来你只有两万的美金 竟然可以罚到六十万出来 你刚才说了严重的后果 可能只有两万块的存款 结果罚金可以高达六十万 当然不计算有刑事的问题 如果真的你到时有刑事的责任 你当然也都可以坐牢 刚才还没有算刑事的问题 就是如果一旦刑事成立的话 还有被控诉的可能 以我所知道就是说 已经因为有这些这样的法例 其中已经有人是坐牢了 因为某一些的人违规的话 我知道已经有一些人 现在是坐牢了 大家可能今天听完我说 以后都不想再见到 我说真的会吓大家 好像你今天听完了 以后就不想见我了 但是你宁愿听我说 一些不好的消息在今天 好过你将来税局找你 你宁愿在我里知道 我在税局都知道 但是我宁愿你在今天 听有一些不中听的话 但是可以帮助到大家 怎么样可以合法地 申报你的税项 然后我又想跟大家分享 一个比较轻松一点的问题 另外一个我提出一个 稍微轻松一点的问题 没有罚得那么重 没有罚了那么重 很多时候人家都问我 我有个海外的亲戚 他不是美国人来的 但是就给了我15万 让我在这里买楼 那我需要不需要报啊 有人说我海外的亲戚 他不是美国人 但是他愿意给我15万的金额 来帮助我做一些事情 那我是需要申报 需要不需要报啊 要不要 10万块以下 你要报 蛤 10万块以下 好像不要 10万块以下 要听得明白 我听得明白 我想一下怎样答你 是 这样的 你是对的 其实 你刚才说的答案是对的 但是谁报啊 是谁报 给个人报 还是收个人报 是送给你的人报呢 还是你收取这笔金额的人报 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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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一来二 不是答应了 是吗 究竟收的人来需要报 大家听不听得到啊 听得到吗 讲得非常之正确 不过 我打算一步一步 和大家 你刚才讲得很正确 但是 你律师要一步一步 给你解释 首先大家都知道 收入税 就是你每年都要报 在4月15日 需要 之前需要报的 全部都是你收到人工 收到利息 是收个人报的 所以收入税 是收个人报的 4月15号的报税 就是 因为你是从你的工作 收入 还有其他各方面的收入 所以申报的时候 肯定是 那个收的人报的 但是 如果是礼物呢 譬如 不如你给我好了 不要我给你了 你给我 10万元 OK 先 陈弟兄 给10万元 假设我 我给他 10万块 美金 他报 那究竟是我申报呢 还是他 申报呢 记住 刚刚跟收入税 是刚刚相反的 礼物这个东西 是跟收入税 刚刚收反 是给 那个人报的 第一 这个是 assuming 陈弟兄是美国人 那 这个观念刚好 是跟收入税 是相反的 是那个 给的 那个人 是报 那 假设这个 给的人呢 他不是美国公民 或者是绿卡 OK 那现在 搞清楚了 OK 那好了 我刚才说了很清楚 陈弟兄是美国人 假设陈弟兄是海外的人 刚才我的例子 海外的人 假设我是在海外居住 我不是公民的话 那刚才已经说了 跟收入税 刚相反 是陈弟兄的 但是他是海外人士 海外人士 是不需要给美国税的 不需要报美国税的 海外人士 美国不可以说 你给了钱我 然后要你报税 你完全没有美国身份的嘛 但是因为我没有美国的身份 所以美国政府 不应该要求我去申报 这个 但是 因为美国是想追查 一些钱入美国境的来源 所以增加了一件事 是增加的 是additional的 OK 是additional的 因为美国政府 要查出这么大的数目 进入美国的来源跟目的 所以他增加了一项的要求 所以另外创造了一个表格 叫做3520的物体 所以要创造了一个新的表格 就是3520这个表格 刚才那位先生所说的 虽然陈弟兄是不需要 因为他给了10万元我 suppose他是要去报 但是他是海外人士 不用报 但是现在我惨了 原本我收的是不用报的嘛 但是因为我收得太多 他又不用报的时候 他是海外人士 我现在要怎么样 要报这个3520 所以结果因为我给他10万块 但是我不是美国人 所以原则上我不需要申报 但是他接收了我10万块 所以他现在要填这个3520 大家需要留意的是 给那个人是不是有美国人的身份 是有分别的 所以给那个人 有没有美国身份 是一个很大的分别 如果他是美国身份的时候 他需要去报这个礼物的税表 所以如果我是美国的身份的时候 我需要申报这个表格 不是这个表格 不是这个表格 要申报 礼物税的表格 gift tax 就是礼物税的表格 但是如果他是海外人士 陈弟兄是海外人士 如果我是海外的人士 他不需要报这个礼物税的表格 我不需要申报这个礼物税的表格 因为税局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税局就不知道 有这笔钱进来 所以就要求收那个人 需要报这个3520的表格 因为税务局不知道这笔钱的来源 然后呢 这个接收的人 他就需要填报3520这个表格 大家要记得一下 记住是海外人士捐入来的 不是海外人士给你的 OK 你要记住了 这是海外人士给你的 完全不一样的做法 所以国内的跟国外的身份上 是有很大的差别 这个大家要是要留意的 这位先生当然我刚才说了 他刚才问我的时候 我听不明白 但是问题是 我想一下我应该怎么跟大家分享 但是那位先生是说得非常之正确的 刚才这位先生所给的答案是正确的 但是理律师要一步一步 进一步地给你解释 OK 很简单 结了分的通常 另外一个问题了 去到另外一个问题 结了分的通常 对不起 我退后一步先 通常讲这个 不报 罚多少 这个大家就要知道 如果你不报这个 这个人家送给你的钱 是3520的表格 不好意思 对不起 如果没有报这3520这个表格 有没有罚 这个3520的表格 跟你一般的收入税表 一起报 不是一起报 但是同一个截止一期的 都是4月15号 他也是从4月15号截止日期 是同一天的 这个没有罚得那么重 我没有刚才说2万可以罚到60万那么重 但是这个都是可以罚得很重的 这个虽然没有刚才说 这个海外账户2万可以罚到60万 但是这个的话不报 也会蛮重的一个罚款 从4月15号开始起 每一个月就会罚你5个percent 如果从4月15号算起的话 每个月他要罚你5个percent 总算的话可以超过25个percent 最多是25个percent 最多25个percent 你听清楚是每个月计 不是每一年计 是每个月算的 不是每年算的 每个月5个percent 每个月5个percent 然后我跟大家说的就是说 很多人都问我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很多人都问我就是说 究竟分开报税着数 就是结了分我说着 结了分的分开报税着数 还是联合报税着数呢 有一些人会问 如果结婚的话 是夫妻分开报税好呢 还是联合报税好 这个是很复杂的问题 但是有一条 你一想 你只需要问你一个问题 你就可以解决到这个问题 其实这次答案有时候很复杂 但是有一个问题 可以马上就让你知道 哪一个比较好 你结婚之前 最好问一问你的伴侣 你有没有欠税局钱 结婚以前跟你将来的配偶 问一下 你以前有没有欠过税务局的税 为什么 如果他没结婚之前欠税局钱 你跟他结婚之后 你联合报税 以后他欠的钱 就是等于你欠的钱 如果结婚之前 他欠了税务局的钱 然后结婚以后呢 他欠多少 等于你也是欠多少 一般来说 一般来说 所以你要记住就是说 联合报税 是一定有着数过分开报税 一般来说的联合报税 肯定是有益处的 但是当你知道你的伴侣 如果你知道你的配偶是 以前曾经欠了税务局一百万 你最好都是分开报税 那你最好还是分开报税 这个基本上是 不能说唯一 但是最主要的原因 只有一个 就是当如果你的配偶是 欠税务局的时候 你最好是分开报税 如果不是的话 基本上联合报税会好些 这位先生 我想知道你的眼睛 我现在是男女 那个女人比我一百万 哦 是 但他没有告诉我 我怎么知道 我也是受害者 我现在如果有男女 在外面有男女 都不会告诉我 我如果有女人 都不会告诉他 所以呢 这个不是法律的问题 这个是遇人不熟的问题 另外一件事就是 但是有没有办法解救 你刚才的先生就是说 真的 有些时候真的 我是跟你结婚 我是没有告诉你 你现在是和我报了税 你真的拎了东西了 那怎么办呢 那刚才说 这位先生提问的 就是说 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 对方的背景 很熟悉 有可能他们以前 有一些问题 他没有告诉我 那我怎么样就知道 很不抵 真的 好像很不公平 所以有一件事 叫做innocent spouse 我中文没有译到 所以我今天不知道 怎么谈谈谈 叫innocent spouse 在税务处有一个 特别的名词 叫innocent spouse 的意思 无辜的配偶 innocent spouse relief 有一个relief 一个扩免 就是怎么样呢 当然有一个程序 你去申请 到时你就可以说 你是有些 或者是 有些不知情的地方 希望 不一定给你 希望你就得了 这种扩免的 这是有一份表格 你可以声明 为什么 你有面对 这方面的难处 当然有不同的 资格的要求 但是到时 如果你有需要的 你真的要找人去做 你自己都做不到的 你自己也做不完 所以最好是 请一些专家 给你填 这个份的表格 OK 为什么 会刚才说 为什么一定有着数呢 因为我可以告诉大家 如果你是 你是结了分 但是分开报税 你会损失一些 可以减免的地方 为什么夫妻联合报税 一般上是有好的优惠 刚才说过 在这个我slide都在这里说过 比如有些什么 学生贷款利息 你不可以减 低收入底税 优惠你不可以拿 儿童及被抚养看顾 抵税优惠你不可以拿 总之有着数 你就不可以拿 如果你是分开报税 就是叫分开报税的话 你很多着数都不可以拿 在资格里面 就是这么说 原则上就是 如果夫妻结婚 但是分开报税的话 可以损失以下的一些 抵税的优惠 比如学生的贷款利息 低收入的抵税优惠 还有儿童被抚养 看顾抵税的优惠 OK 接着我和大家 去研究一件事 刚才我说过 就是奥巴马care 那些 你不是说 如果譬如你的税是10元 但是你的credit 你可以拿100元的时候 拿回90元回来 如果这个叫做 可退还抵税优惠 那刚才提过 那刚才提过奥巴马care的 那个情形 就是有 长余抵税的一种优惠 是什么样的情形呢 那我和大家 go over 一些例子 可以用一些具体的例子 来说明一下 OK 刚才我说了 我说的很复杂 其实很简单 那么大家计算的 就是60减100 当然是要退还40元给你 大家看不看到 所以政府可以退还40块给你 有没有问题啊 这个 60减100 退回40元给你 很自然啊 对不对 跟着什么叫不可退还呢 另外一种是 不可退还的优惠是什么 很简单了 突然间呢 60减100不再是等于40 就是负40 突然间呢 这个60的收入税 还有可以退还100块 结果是零 为什么 虽然你suppose 你是欠最高60元 你suppose有tax credit 是可以 就是可以有100块 那你减了理论上 好像刚才那样 应该退还40块给你 但是因为这个 优惠呢 是很特别的 如果你没有足够的税 减了它的话呢 是不会退给你的 所以就分开了 这个有一个refundable 和non-refundable的分别 就是 为什么有这个零的情形出现呢 就是可能是有另外一种的 不可退还 抵税的优惠的情形底下呢 是拿不到这个退金的 就是说 如果你的税款 你签那个税局的 虽然你的要费 是可以退还给你40块 但是他退还给你的要求是 不会超过你签税局的钱 哪个是60块 所以最后 虽然你理论上是可以拿回40块 但是最后因为是这个 区别的地方 就是不过退还 所以就是你什么都拿不到 听懂吗 听得明白吗 OK 那好了 这些好了 我跟大家讲 有时候呢 你就是说呢 有些学生 或者有些人士 就是说呢 我suppose是不需要 扣我social security tax的 有时候有些学生身份的说 他可能不需要 交那个社会安全的税 但是呢 因为呢 你的雇主又不懂计算 所以 真的帮你付一个paycheck 来的时候呢 当你一般的美国人 这样扣 但是雇主有时候分不清 不知道留学生身份等等 所以他照样的把你扣掉 有没有办法拿得回呢 那有没有可能要回呢 还是因为税局 税局一向都恶的 拿了就算了 捐了公益金就算了 那是不是税务局 一收就不还呢 其实我们可以做什么呢 我们可以 是这个了 可以用 sorry 843这个表 你可以申请拿回 你的social security tax 如果你是不需要 去付的话 或者在你的w2里面 是扣起多个 你应该要付的 可以用回税表 843这个表 来去拿回 刚才的例子 留学生的例子 或是你w2上面的数额 是多多多小的话 可以填一份表格 843这个表格 要求国税局退还给你 大家原谅 我想讲完给大家听 所以我可能要 留大家多一阵的时间 我可能需要 多一点点的时间 把它讲完 OK 之后那个 其实我刚才问了大家 2014年还可以省税 可以怎么样做 大家看早就是说 你可以用这个traditional IRA 然后现在还可以买货 2014年的 OK 刚才说你2014年省税 有什么方法 其中一点呢 你现在还是可以 申请这个traditional 传统的IRA 这个福利计划 OK 这个很简单 没有什么可以说 因为我已经说了 那我想问 最后一件事 交了税了 大家 回家 明年 收到IRS的信 不是 应该是收到IRS的电话 那如果假设各位 已经报了税了以后 一年之后 一年之后 突然间收到国税局 一个电话 我都知道 麻烦了是吗 我想告诉你 你有没有收过一些 说是税局打给你的电话 然后告诉你 你欠了税了 我们在找FBI来抓你 不晓晓有没有认识的话 你自己个人 突然就收到税务局的电话 说你签税 那我会中情局 FBI的人来会调查 你没有收过 你就好了 你已经收过那就好了 你知不知道我收到哪个人 你知不知道收到哪个人 告诉我听 他收过这个电话 有 还是有人会收到 但是你知不知道 我有一个电话 我不知道那个人 都会告诉我听 他都会收到电话 那个是我妈 我就告诉你 我母亲也收到这样的电话 接着我跟我妈妈说 我跟我母亲说 你去打给我吧 请他打电话给我吧 我叫了他 问了他拿了 不过我说有些什么呢 我跟我妈妈说 有什么叫找他的税务代表 就是我 有什么事情 就找一个税务代表 就是李律师自己 我跟大家说的一件事 最重要的一件事是 绝大部分的时间 以我所知应该是每一次 不过我说话小心一点 我退后一点 就是说 基本上每一次税务 第一次 如果要找你的时候 一定是用信件去通知你 通常来说 税务局局 如果第一次的 要找你的话 通常是会用 邮寄的信件的方式 不用打电话 之后当然他可以用电话打给你 但一般来说 他是会用信件去通知你 跟着呢 还有每一个employee 就是每一个员工 去找你 他有一个叫做 batch number batch number是什么呢 就是原来每一个在国税局做的人 他都有一个 都是好像员工号码那样 我们就叫做batch number的东西 跟着就是 当你问他名字的时候 你要问他batch number 将来可以找回他 因为为什么呢 原来税局有个习惯 那些人你跟税局的人交受 他不会告诉你听 他的first name叫什么 他一定会叫他自己做 什么先生 什么女士 就是Mr.Smith Mr.Smith 通常税务局的做法 就是如果真的要跟你联系的话 你要问清楚 他的batch number 就是编号 因为呢 员工的编号 因为他以后你要找他的时候 依据他的姓 不是名 他不会公布他的名字给你 姓是Mr.Smith orMr.Smith 大家对这个 华人对这个Smith 觉得我也不知道 有多少的Smith 所以可以没什么反应 大家听我这个 广东陈 天下里 很多是普通的姓 就是 就是这样说 陈第一个姓陈 我姓李 是不是 很多人都是姓陈 又姓李 那就糟了 如果税务局找你那个 刚刚是Mr.Chang 陈先生 你没有去过 码 你会去哪里 找回这个陈先生 出来呢 因为这个姓陈先生 姓李 都是大姓 所以很多人这样姓 如果你没有他的编号的话 你基本很难查出 所以我每一次 我当和税局 有任何交手的时候 我一定问他的Batch 方法 所以每当我跟市务局 有联系的时候 肯定要找出他的编号 这位女士 这个英文的Batch B-A-T-C-H 谢谢陈弟兄 绝对正确 OK 基本上这个 当然这个 还有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可以打这个电话 18008291040 去问一下到底 我现在是不是被税局查 是的 你便会找 那我应该去找谁 如果他说你根本 你没有被人查 那你就可以回去睡觉 安乐 所以有问题的话 你可以打电话 8008291040 查询有关任何的问题 如果他证实是没有 什么太大的问题的话 你就不需要担心 理论上 我今天要讲的收入税 我已经说完了 理论上 我今天要讲的 有关个人收入税 已经基本上完成了 不过今天见大家 没有什么反应 所以我又打算 又多说一些 因为大家都没有什么反应 打算阻你一些时间 政府一下你 多说你一点 可以 但是 我真的想说这些 我刚才是讲笑的 讲这个是 这个礼物税的问题 刚才说的 这是有关于 礼物税 这是赠予税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华人特别 没有这个concept 譬如我们 老爸老母 付钱给女儿 付钱给儿子 去洗的时候 我们不会觉得 这个是礼物来 觉得好像 给小孩 去用钱 给一笔钱 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面 父母亲给孩子 一些钱 去使用的话 我们没有这个 美国人的观念 是给他一点礼物 但是原来 法国在美国的concept 是不一样 这个就叫做礼物的了 但美国人的观念 就不一样 这种是 算是礼物 我想问 在美国 是要多少钱以上 你才需要给礼物税的呢 不是交礼物税的税表 是给礼物税 也都称为赠予税 那在美国 哪一种情形之下 哪一个数额底下 才算是需要缴纳 这个赠予税呢 很简单和大家讲一下 这个赠予税和遗产税 其实是扣住的 其实这个赠予税 是跟遗产税 是相够连 因为呢 如果你们的礼物税 credit用了之后 到时会在遗产税 那如果你在赠予税 已经缴了以后 以后在遗产税 可以扣掉 不是这样的意思 就是说 譬如 我举例了 这个呢 如果你超过 给500万 国家税来讲 如果你超过 给500万的gift 你就需要补税 大概500万 我给个整数大家 不是 他那个数不是那么完整的 大概500万 你知道500万就可以了 原则上 如果是赠予的人 给某一个人500万左右的 就需要 但是遗产税 都是一样 都是500万 但是你只有 一个500万 不是两个500万 你遗产税 加上总之是500万 OK 这个可能比较复杂 我不跟大家讲 但是问题就是说 大家可能不记得 一样东西就是说 那我没有500万而已 我真的没有500万 大家留了你的楼 楼 楼都算是礼物 你将来如果 真的 或者比辰楼 很喜欢转名的嘛 哎呀 我将来 可能 我走的时候 不想去 叫做 扑贝 那我就 想着 现在我就将我这个物权 就是我这间屋的拥有权 转了给我子女 一转 这个子女物 无论情形怎么样 不一定是现金的500万 也可以包括你的这个财产 比如说楼宇啊等等 所以一旦你把那个名字转给他 你的title转给你的儿女 他一收到的话 马上就成为一个礼物 接着你应该问我的问题 我搞定了这个IRS的问题 那纽约我有没有这个礼物税啊 那你说IRS是联邦税 税务局 那纽约有没有这个问题 我可以告诉你听 纽约到今天为止 还没有礼物税 但是问题 很快他们会 跟这个国家去看齐 现在来说 纽约还没有这个礼物税 但是很快 他们会跟这个联邦政府的规则 紧扣在一起 我想我真的 我有很多东西想和大家分享 但是我想时间不够 所以 刚才的礼物税呢 都是讲得很清楚 就是说 是给那个人 是需要去报税 和给税 刚才说礼物税呢 刚才说是给 那个人应该是来申报 是给的 那我在这里就宣布 我们今天的讲座结束 谢谢各位的光临 感谢神 也是感谢神 让我们有这样好的律师 给我们有这方面的解答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